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讨论的那个课题就是刚刚看到的一则新闻 就是当年轰动一时 在佛教圈也轰动一时了 有一个叫做Buddha Boy 就是那个尼泊尔的一个小男孩在那边静坐 那么最近的这一则新闻就是他好像是在逃亡之中 就是被警察好像是通缉了 然后又有一些什么好像有一些暴力的那些案件 有一些好像是跟性侵犯的那个案件之类之类的都有 那么我不确定大家可能对这个人物还有没有一些印象 就是应该是我看都有十年了 是不是 有了差不多有十年了 应该有差不多有十年了 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在那边有一个小孩在那边静坐 然后呢就好像不吃不喝的 那一类的就坐在那一边 然后呢就也上了不少的那些电视节目啊 假如你们上网就是Google一下那个什么Buddha Boy 就是就会找到不少他们来的咨询 我还之前还有就是上网看一看是中文的的一些咨询 我也看到有一些佛教的一些居士大大的去赞扬这些这个Buddha Boy 所以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对于整个事情 其实我是存疑的就是就算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节目 他就是他们好像拍了那个Buddha Boy在那边静坐还是怎么样 我是存疑的就算我知道有些佛教记者可能说到 他这个什么什么身处于甚深禅定之中 所以他不需要饮食之类的或者有些讲他什么进入灭静定 还是怎么样啊这种这种定的状态应该是那些可能很深层修行的人才有的 那么他自己就会他的信徒是相信这个人是佛陀转世了 嗯 所以这一个啊 不知道你们当时呢 就是郑威和哲宗 当时你们留意到这个就是这个Buddha Boy他静坐 还没有还没有现在的那些丑闻之前的 当时你们的那个想法是什么 我一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首先是很impressed 因为他毕竟一个小男孩在一个森林里面不吃不喝 然后有video拍出他 然后觉得蛮值得去探讨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后来我遇到了一位撒家派的喇嘛 他宣称说他用的是他教他的一个做火修行法 这个喇嘛现在据说是呃成了一位人不切了哈 很多里面的人都知道他是谁 所以他宣称说是他教这个小男孩那个参修的法门 所以那个小男孩在神里面念的就是他用的这个方法 这个也无法考证了哈 这个第二让我遇到很多人就是佛教界 我觉得是我们渴望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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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主太久了哈 释迦摩尼佛业很远哈对不对 米勒佛业也是很远的没有来到 所以突然间有一个小男孩把自己 他不是自称啊 所以我们称他是Budaboy 我们也不明就里的完全不查清楚他的来历是什么 他修的是什么法门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就哦Budaboy肯定是有料的一个人 而且主要是一个 我看到一个样子是他长相庄严嘛 他现在是不大不是想很好看 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好看英俊的一个小男孩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人心空虚的一种想往 特别是我们希望一个教主的出现哈 然后后来后来的事情也印证了他 现在的确是有意无意之间宣伤就是米勒 米勒的再来未来的教主 他的教理也是很universal很普 很普世的那种 然后有教一大堆的咒语是宇宙的什么声音啊 什么东西 变成很牧林两可很悬的那种东西 就会意义的出来 他穿的衣服是蓝色的跑 然后很多西藏喇嘛也跟着他 我觉得这是一种trend吧 我发现他教理也是没有什么东西啊 如果仔细观察他到底讲什么东西 他的教法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是很空洞的一个东西 可是这种很空洞的东西 你会有种你虚有其表 你做过一些东西轰轰烈烈的 然后你又长得不错的话 你就变成一个教主 我觉得这个教主是佛教徒渴望很久的一个 一个宇宙的那个教主出现的话 你还是为之爽动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这种现象 不过刚才 刚才你讲说有一个撒加派的那个喇嘛 宣称这个是他传给他的那个什么灼火啊 还是还是什么东西呢 我记得好像是在其中的一个就是好像视频当中好像我有看过 好像就是有一个喇嘛好像也是说就是撒加派的 然后就应该就是他吧 我不是那个就是戴眼镜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那一个呢 年纪应该是不少 对不是年轻的 不是年轻的 不过刚才我听你这样讲 你说假如他是传他灼火的话 因为那个是那个年轻的只有十多岁而已 那么假如你要传灼火给他 那么假如是根据撒加派的那个 的那个叫做归船 他们应该是不会这么快 嗯 就是呃 怎么讲 因为因为根据我我所了解 藏船的那个叫做赤地啊 嗯 没有这么快会传那个灼火了 就是 所以我这种我觉得广告的成分 哈哈哈哈 打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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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想你们两位给我们的观众 科普一下什么是灼火 嗯 灼火是呢 就是呃 就是呃 呃在藏船假如是用用为一个比较 比较是符合藏船的那个规矩的那讲法 这个是藏船里面那个所谓的圆满四地 里面的其中的一个修法 那么要圆满四地要修到的话 他的那个 先要修那个生死四地 那个生死四地要修到的话 前面有一大堆的那个东西 家型的 对一大堆的那个家型 然后那个生死四地呢 以以要修的成的话 也要修很久 对 所以就到了呃 这个所以我会质疑就是说 呃这个年轻小才十多岁 嗯 他真的是就是 难道他逼过那个关吗 三年什么 那个关 所以才传给他吗 嗯 传了给他他出来了过后 我不是说有有可能 有有可能他真的是 可能当年是跟他们一起 就是可能逼关还是怎么样 嗯 好了他现在出来了 但是出来了之后呢 其实他星星人的交派 其实跟藏船的那个 没有什么藏船的影子 没有就是那个衣服好像有点像 但是颜色不同了 嗯 然后你说他画的那些 我好像看过他画的那些 所谓的堂卡 就是怪怪的 怪怪的 就是有一些好像看起来很明显 就是很有创意 比那些new age更怪 设计出来的一些东西 这问题是在这边 一石流的画风 嗯 一石流的画风 一石流 他的那个就是他说他 我的意思说他假如看家本领 是从撒家派学过来的 那么他应该会就是有一些东西 会保留 但是我在他的那个交派 看不到那个撒家派 或者藏船的影子 几乎藏船也 也不是看到很多 只是虚有其表的一些 一些东西 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藏船 会变成变成他的追随者 OK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你明明知道他的船程 是不太明白的 不太清楚的 不太明朗的 可是他也是因为看到 很多人然后一个新东西出来 他把他当成一个 所谓的人不切 就跟着他去 很多的 所以他很多弟子 穿那个蓝色 应该是没有记错蓝色的袍 都是藏人 OK 都是藏人 从另外一个市面跑过来的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其实很多这种所谓宗教 信心宗教人物 嗯 在佛教了 嗯 刚开始会为佛教徒 认识到 其实 都是通过佛教老师 或者佛教徒本身的 嗯 这佛教也号称 你懂这个 你了解 正确之间 你了解 这个 呃 又是佛教徒 嗯 你搞清楚 他是修行人 可是你搞清楚他修是佛教吗 嗯 还没有搞清楚之前去奔为活佛 又什么佛 又释迦摩尼佛 我觉得这个 这边佛教徒 应该反省一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其实心里 心里不很好 我觉得他一定堕落的 嗯 因为你想清楚哦 一个少年人 我给你任何的天赋仪柄 你在一个 一个聚光灯下去 演这种修行的把戏 嗯 你没有明立心 你不会出现各种各样人类 成长过程中的那种 扭曲心灵 我不相信 嗯 你想哦 如果释迦摩尼佛佛 嗯 释迦摩尼佛当年 他如果他当年从皇宫跑出来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人跟着life 你觉得他修得神佛吗 嗯 你觉得他是第一个堕落 那时候会不会成为印度又一个堕落的修行人 嗯 所以 过后又讲这个什么什么 呃 又左火钉又这个那个 嗯 震撼 他的东西 他的教育其实跟那些 呃 new action那些 一般的学说有什么分别 嗯 都什么爱不爱 我跟你讲 new action学说比他更杂实 因为至少他有完整的体系跟理论 因为那些虽然那些不一定是佛教 对 但是他们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 对 他有他的进化史 对对对对 就是算间凭空爆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 然后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学习过程 一下子变成一个佛的东西 对 而且人家不相信他是古佛 或者佛陀再来 这才是比较荒谬的一个地方 对 其实假如是佛教徒应该就知道佛陀不可能再来了 如果再来的话 他就否定了自己那个解脱 就是整个佛陀了 所以给大家知道一下 嗯 所以呢就算是藏传呢 有很多那些什么转世的那个 他们会说这个 这个这位佛陀是什么菩萨的转世 但是都没有是释迦牟尼佛转世 都没有啊 嗯 OK 假如有的话应该就是一些新型宗教 弟子有 安安安安有 哈哈哈 就是其他的会有 但是释迦牟尼佛本身这个 就是就算在佛教 就是藏传佛教里面 一个看起来 有些人也会评论有点怪力论神 就是说 这个又是观音菩萨转世 这个又是文书菩萨转世 有一个笑话 有一个教派里面 据说一个他们很高的人 不就一个是弥勒佛转世 一个是呃 一个是弥勒佛转 一个是阿弥陀佛转世 然后这两个人不就是不合的 所以阿弥陀佛跟弥勒佛打架 哈哈哈 所以这很好笑 如果你宣传太多转世 这个转世那个转世的话 你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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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个那个时候当当他就是我 我所看到就是说 他好像静坐还是怎么样 那么那些人讲讲他什么是比方说是呃 有些有些讲他是好像说 进入那个叫做灭金钉 所以就不需要吃任何食物 不过当时呢我看过就是在YouTube上我看过 就是有些那个纪录片 就是国外的纪录片 去拍就是去拍他的 那么那个用他的那个镜头呢 就是就是很小 中进去看 其实我是看到他的呼吸的 嗯 就是我我的意思是说 假如你眼睛稍微敏感一点呢 你就意识到 诶你看你看到他的那个那个呼吸的起落起落 静永 你是你眼睛有越长 因为你呼吸所以看到他有呼吸 哈哈哈 其实他是没有呼吸的 就算我没有呼吸 应该也可以看到他 他有呼吸了 这个非常就是怎么样 但是我的意思是 假如是理论上就是进入灭金钉的话 那你的呼吸应该是没有了 是是是是 假如是用为佛教你所理解的 不过后来我再再去再去做一些research 其实那个纪录片 这个也给大家知道一下 那个人是不是24小时不吃不喝 没有上洗手间 而且就是一直不知道多少天呢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证明的 原因是因为呢 他当时呢 他的家人就是有帮他弄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里巴 嗯 那些人呢你可以去看他 但是是离开不知道五十五十米 有一定的距离 对一定的距离的 一定距离的 所以你有一定距离的话 其实要很多把戏可以变了 而且那个啊 那个摄影机去拍呢 不是24 所以很多人以为哦 那些外国去那边拍拍的他 不是24小时 嗯 不知道每天不知道几 呃几点钟到几点钟 他准许你去那边拍而已 OK 所以其他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了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这么多啊 他可能像我们马来西亚鲜马马当十八个小时 哈哈哈哈 二十个小时分了 四个小时 对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说 有一些就是我讲 就是我简单 我一天不不吃是OK的 嗯 马来西亚的啊 我们马来人每一年的那个 Ramadan的时候 他除了不吃 还不喝 不喝 嗯 还不可以吞过水 对而且还还要工作还是怎么样 所以 如果你说是一整天的话 那么再加上他可能有几个小时 你根本不能够拍 然后在深夜深夜的时候 你也不能去那边附近去看 我们怎样去断定这个人 真的是完全不吃不喝呢 嗯 那么第二当然就算完全不喝 不吃不喝 又如何呢 so what right 对对又代表什么呢 所以这个并不是什么特别的那个东西 好 然后呢就是应该是当时呢就 他不知道这样子进座过了一段 就是出名了 过了一段时间就突然间消失 不知道多少年了 嗯 OK就消失 一回来 对然后一回来就就开中立派了 嗯 所以他一回来开中立派的时候呢 反而我是觉得哦 这样子的话 应该 应该就不是正统了 嗯 应该不是正式那些修行了 就想知道像你看到那个西文 他讲的是目前的丑闻 发生到这样的阶段是怎样的 他就好像说是他在逃亡 没有应该是去年的时候 我已经留意到说 他好像有一些有些案件了 嗯 那么刚刚好像是2月7号的时候 然后也有一篇文章 有一篇新闻 也是说就是在那个大吉林的那个警察 好像是在追捕他 然后他已经消失了 逃了 在逃亡中 嗯 那当然包括有一些好像有一个好像是强奸 还是怎么样 嗯 之类之类的 所以就 但是之前假如你们上YouTube找的时候呢 假如你们上YouTube去搜寻的话 也有看到有一个 一个洋人 一个女的 就是说他当年加入他们这个团体呢 怎么样被他虐待啊 那一类的都 他都已经在网路上就是有讲出来了 嗯 会不会因为有些这些 这些女众开始讲出来 然后逐步的就开始有人去查他 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就没有深入的去研究 嗯 嗯 所以目前我 不过好像刚才你们所说的 就是我真的上网 看过一些中文界的一些 算是有一些名气的 就是一些 啊台湾人啊 好像也是 也是有搞修行的 嗯 也是好像可能也是佛教徒 嗯 但是他们就是 蛮追踪他的 对非常崇拜这个人 差不多就是讲到他 他这个人就是好像已经懂了宇宙真理之类的 嗯 那么我就 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这些人下的这个判断好像太快了 嗯 嗯 我觉得当我们批评到这种现象的时候 所谓的大师崇拜 或者教主的追从 嗯 嗯 我们又落入一个 一个被标签的危险 就是说别人讲 哎你们 怎么这些人 你们一个个都 一个个都否定 你会不会否定佛陀的成绩 或者时候开悟 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嗯 然后就是说 你这样否定到底的话 那没有所谓的成佛这个事情吗 没有神通这个事情吗 嗯 问题是我们不是在否定这个东西 我们是在理性的思考下面说 要让我们 嗯 我们的听众 特别是广大的佛教徒 嗯 去独立思考一下 然后不要太感情用事啊 然后不要把你所喜欢的一个人 偶像化 然后把他神化 美化 嗯 那时候你会 你会伤得很重 嗯 你会伤得很重 当你的梦想破灭的时候 嗯 那时候你会对整个修行的次第 过程跟境界都会完全的丧失信心 嗯 那时候可能你会精神分裂 可能你会放弃修行 嗯 可能你完全不相信宗教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危机是很危险的 before 在这个还没有发生之前 啊 这种怎样讲 醒悟没有发生 最好 在你还没有追追从一个人之前 你要好好的理性的去去判断 嗯 即便是他有神通 说话 即便他有开悟 也是很多开悟的大师 我觉得他们很多 也是不是会有丑闻啊 嗯 这便不代表他不曾开悟过 而且开悟的境界有大大小小 那么多的level 所以 这个是很难 很难去 很难去讲得明白的事情 不过 我们的告知说 大家千万去小心 要小心去独立思考 嗯 好好的用理性 科学的角度去探讨这个 所谓的开悟啊 成佛啊 解脱的境界 然后不要美化你的老师 你的偶像 不要把你所喜欢的那个 宗教人物呢 偶像化 我觉得是最好的 最安全的做法是这样 嗯 对 其实 那个 这个人物的那样出现呢 就是 就是 我的意思说 假如佛教界有人会去 好像刚才 哲中兄所讲 嗯 有人去推崇这个人 反而 确实好像是佛教界的人 把这些人就好像 啊 就是打广告给 其他的 其他的那些 不知道佛教徒 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是 我们应该也就是可以 呃 就是 可能可以了解到就是 现有的这些 会去推崇他的这个佛教徒 他们可能在信仰当中 可能也觉得有一个缺口 就是 呃 就是 目前我们佛教圈 有没有人修得成 他们可能也会这样 对 所以他们就看到 可能有一个人好像 看起来好像 弥补这个空洞 他坐在那边 可以坐得很久啊 嗯 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嗯 就是 定力深厚啊 对 好像 好像真的有定功啊 嗯 还是怎么样 所以就变成了就 很快的就会对号入座了 嗯 就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先撇开他 可能是假的 假的那个定功 就算好像是真的定功 他真的能够灭尽定 啊 真的能够这样的话 是不是真的就代表 他的那个 呃 烦恼就是有办法驾驭得到 嗯 他有 或者他有没有办法教导 你如何驾驭你 那个烦恼 嗯 所以这一个就变成是一个 更重要的一个一个课题了 嗯 当然有些人讲 但是他哦 有可能这个这个人呢 他的那个 他所教的东西其实是对的啊 啊 那我们就看他的那个讯息 就不要看他的那个 那个 他的什么 成就啊 行为啊 还是怎么样 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 就就基本上就 什么人都可以了 嗯 假如是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嗯 那么总而言之就是 就算那个人 他可以就是 什么啊 啊 吃喝完了 杀盗银啊 什么东西都来 嗯 但是他教得很好 我们是不是就 就要去 把这个人就是 吹捧出来呢 那这样你请一个会 会讲佛理的魔术师 哈 啊 我不是一样 你可以把他为师咯 哈 反正就是被魔术嘛 哈 他也可以跟你讲一些佛理 好 娱乐你一下哈 sam 啊 呃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就可能要佛教徒反思一下 就是说 不错 很多时候好像是说 这个人他要证悟了 然后他教你就会比较好 听起来好像比较好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是真的吗 是不是一个真的是证悟的人 他教是不是一定好呢 这个你好像把所有 你学佛学得好不好 所有的责任是交给一个 已经证悟的人 已经证悟的人 所以你真的佛教徒应该这样吗 还是假如我们再讲另外一个 那么既然那个已经证悟的人 他已经留下了一个经典 或者一个经论 他已经把他的经验 全部写了下来 我们先假设那个是真的证悟 他先写了下来 所以我们从经典上 假设我们从经典上看 不就好过要跟一个 所谓有证悟 新的一派有一个证悟的人 真的是这么重要吗 OK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就变成好像 到底我们是要外面的那个师父呢 还是用那个经典为我们的师父 还是好像藏传里面有讲 就可能最后的时候呢 你是以自己的那个自信 自信为你的那个师父 这些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反思 然后这三种上师 就是你的什么外在的那个人间上师 那个经典的那个上师 那个内在的那个自信的上师 这三个比重 是不是可能随着 就是越来越多人出来 弘扬佛法 越来越多人可能也会宣称 可能自己是已经成佛悟道 还是怎么样 那么是不是 对 是不是我们 我们要慢慢从外 慢慢就是导向内 可能从经典上 或者最后就是从自信上 来寻求我们的那个答案 而不是一昧的就是崇拜 向外追求 对 这个就是我觉得 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可以反思了 其实这也不过 其实是一个 宗教会精神修行人的堕落史 这种教的堕落史 已经经过很多次 佛教的有 复佛的有 外道的有 可是你们又出遇到 人类好像从来没有 从历史中继续教训 人类没有 可是号称 以开悟 以绝 为要求的佛教徒 师父也没有 我觉得 这所谓的小施加 或者是小活佛 这类的 怎么搞得好一个 性偶像 他堕落他自己 要承担他的行思 跟民事上面的责任 当然佛教徒 对这件事情上的摧本 或者是盲目的跟从 他从来没有反省过 这才是这些小小case 更值得让我们去讨论 和赞助的东西 要不然是开玩笑 跟今天永开所提的 如果他已经将他的真物 假如真的 将他真物或者是他的修行的方式 集结成理论 那少不如你跟理论就可以了 为什么你一定要跟着那个人 你继续依依那个人来干嘛 你这种跟粉丝 追捧 一样的 追捧明星粉丝有什么分别 而且 你把一切都交给一个 你认为真物的人 或者有神通的人 那请问一下 你完全依依他 一点自己本身的努力都没有 这个符合佛教精神吗 我觉得 我记得 Jack Canfield Jack Canfield 写一本书 叫《狂喜之后》 他这本书是探讨 所有的禅食 西藏的人不切 还有南川的禅食 他们的生活 所谓的有正量 有正量 有开悟过的这些禅食 那个老师 他们开悟之后的生活 跟平凡的人 平常的人 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包括他们的起居 坐卧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性生活 答案是什么呢 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所以 在这点 在这个书就告诉我们说 结论就是 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东西 不要把上识 完美化 神化 以同样的地方 他们可以达到境界 我们也可以达到 就是一样的 完全平等的东西 所以不需要去崇拜 或者是过度的 美化他们 我们有个 有个缺点 就是我们喜欢把 修行的境界 把它完美化 然后任何人有批评 这个东西的 OK 就是你的错 因为这个东西 是不可以被批判的 因为它是完美的 这样的会有 知其其人的状态出现 即便你知道那个东西 那个 那个境界是不完美的 那个上识是有缺陷的 你还是盲目的去 相信它是 完美的 这个是很大的一种 知其 我觉得 是一种精神 妄想症的 的发生 我觉得 对 其实好像 刚才正面所讲的 那个那些 证悟的人 所谓的那个证悟 这些叫 假如用心理学来讲 这些就是那些人类的 一些巅峰的状态 就是你出现的 但是 我要给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 我觉得宗教界里面 通常比较容易迷信 就是这种巅峰状态 是永恒的 因为宗教界里面就讲 你死了过后 会怎么怎么样 达到什么境界 所以那个境界应该是永恒 宗教最喜欢 就是找永恒 永恒化 所有东西都是永恒 但是好像我们讲 就是说 我们用回简单一点 我希望大家可能要 把这个东西放回来地球上 就是简单一点 就是说 就像一个人 他念举重 或者他身体 就是念某种运动 他一直超念 超念到了某个境界 举例 我要举那个什么 一百斤 两百斤 五百斤 好不好 那个很夸张 我念到这样了 这个 真的叫不退转 就是你 就是你一些巅峰状态 你达到了那一个 所以我可以做到了 那么我要 我要继续做下去 不要讲永恒 我要讲我做到死为止 都做到呢 就是我可能就要继续操练下去 继续操练下去 那么 假如是以佛教的修行 属于比较精神层面的 那么就变成了 他可能不会受 就是身体上的一些 衰老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能力 就可能会下降 那么你的精神 假如继续的操练的话 可能还能够维持在 可能那个状态 可能维持在那边 但是假如你一旦我觉得就是 比较危险的是 你认为这个是不会退转的 我觉得 然后你有了一个自信 然后这个自信 我们就要去质疑 就是这个自信是真的呢 还是叫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的时候 就可能 你认为你已经不会受那些 烦恼的污染 不退转的 对 你认为你不会受那些 什么女色的那些污染之类的 然后可能就会 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了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就大家就讨论到这里 然后希望刚刚我们所探讨的 就是给佛教徒 对于这个所谓的证悟 或者境界呢 出现 或者有人有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有了一个提醒 这一次的分享到这里 特别是当这些人有丑闻的时候 我们更加认真去看待 不要意味的否定这个错是假的 好 千万不要这样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